各位星小三的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會講中文科第五課的筆記內容 首先我們看看今課會學的內容 今課會有一些主動被動據的溫習 另外,我們會重溫看看上一課學過什麼 看看同學有沒有印象 上一課我們有些作文,有些同學都交了 只剩下小部份同學,我會再WhatsApp 提醒同學要交那個作文給我們 上課主要有些閱讀理解都會跟同學去做 今課一開始前面這個部分就會講這個被動據 那被動據和主動據有什麼分別呢? 被動據會有個被字 對,被動據會有個被字 OK,每一句都會有這個被字 可以嗎? 對,所以我們要留意被字加的位置在哪裡 可以嗎? OK,我們看到這篇具式是怎樣改的呢? 我們看看它的具形是怎樣 OK 首先,獅子就會由前面搬到中間 斑馬就會由後面,放在最前面 可以嗎? 最後呢? 鼻子會是新加進去的,可以嗎? 好,所以我們先找一個動作出來 我們看到這裡有一個動作可以嗎? 這個動作應該要放在最尾的位置 OK?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就找到那個動作 夠出了嗎? 對不對? 好,前面的人呢 就是消防員 就會放在中間 火牆的災紋 就會放在巨頭 OK? 夠出了 就放在最後的位置 可以嗎? 那中間這個位置是放什麼? 就是被字 OK? 可以嗎? 好,所以最後答案就是火牆中的災紋 OK? 好,接著就鼻了 鼻 消防員 消防員 最後就是這個動作 夠出了 可以嗎? OK? 再來一個 好,最後的人物 放在前面 OK? 放在前面的人物 放在中間 兩個人的中間 一個鼻子 動作 放在最後 於是這句 整句就是 耶穌被一個悶徒出賣 好 OK 好了 下面只剩下兩條題目 我給同學4分鐘 完成了 OK? 4分鐘 可以嗎? elen 可以嗎? 0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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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加上鼻字 所以整體的答案將會變成真柱的不良書籍 你老師沒收了 可以嗎? 下面一題 後面電腦放在前面 可以嗎? 後面 動作修好 這個竟然放在哪裏呢? 電腦竟然被爸爸收好了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裏加多一個東西 竟然放在這個位置 可以嗎? 可以嗎? 這個是比較難少少的一題 OK 所以就是電腦 竟然被爸爸收好了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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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可以嗎? 9條題目 OK 9條題目 我們先前面的5題做了 OK 前面5題 1 2 3 4 5 即5做到第9題 這裡 5條題目 我們就給10分鐘時間寫 10分鐘 完成這幾句句子 2021 1 1 2 3 5 1 4 1 4 5 9 4 2 5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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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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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爸爸 剩下的動作 關掉了 OK 所以就加分了 電視 被 爸爸 關掉了 句號 OK 下面 這幾題就比較簡單 後面點在前面 前面會點在後面 中間放鼻子 動作放在最後 OK 最後答案是 山林大火 鼻 是 暴雨 學識料 這個字式可以拆掉 學識料 不是撲滅 是撲色 可以嗎 好 繼續 露台的衣服 狂風的位 動作 最後 中間 鼻子 所以 所以答案是 露台的衣服 有 鼻子 鼻子 有 招名 有 有 接著,這題比較難一點 動作在這裡 是不是? 前面放在後面 前面放在前面的特首,可以嗎? 被校長,看到嗎? 邀請 剩下什麼呢?不關事的 到我校去參觀 可以嗎? 所以這裡我們都是用回剛才那個 先找個動作出來 然後呢 把我動詞的前面跟後面交換 可以嗎? OK,現在用兩分鐘插回答案,可以嗎? 可以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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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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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行不行 OK OK,好了,下面了 這隻唱片放在前面 筆法之圖,後面 動作 OK,中間,鼻字 所以就是這隻唱片 不法之圖 然後就是盜版男人 是什麼意思呢?製作了翻版的碟,有沒有聽過呢? 對啦 OK,好了,繼續了 他,前面 老師,後面 中間,鼻字 動作,後面 所以整句答案就是 他 被 老師 批評了一頓 OK 接著呢 毛衣 前面,是不是? 媽媽,後面 中間,鼻字 動作放在最後 所以答案是 毛衣 鼻 媽媽 編織好了 可以嗎? 可以嗎? 用兩分鐘的時間 抄襲,即是對回這四條題目 可以嗎? 嗎? 我密研 好,我密研 我密研 你 自己 做得好嗎? 我密研 我們 在,我密研 我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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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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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完成了 完成了就看後面的部分 好, 我們看看後面 後面當然還有很多 我們這堂每次都做完 下課再重溫這個部分 我們後面看看文章 要讀理解的部分 這一篇就是侄女小美寫給家明叔叔的信 好, 首先我們會用五分鐘的時間 閱讀這篇文章 五分鐘的時間 閱讀文章 另外可能有些你覺得重要的字 可能在比賽中獲獎 那個比賽你先欺負他 可能是圈住他, 行不行? 或者你看沒有什麼位置 你覺得很有用, 先選下了 方便大家可以容易找回答案 五分鐘閱讀這篇文章 大家才會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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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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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額外的資訊是什麼呢? 就是書信的格式 這個我們叫做上款 我們先寫一下 上款 上款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收訊人 的名稱 有時候就不一定要寫全名的 可能是家名叔叔或者親愛的叔叔都可以 平時怎樣叫那個人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寫全名的 可能平時開小名做小名的 寫信的時候也不需要特別寫陳小名 OK 好了 這個就不一定要寫的 通常我們都會有這個 有一個簡單的文後語 有一個簡單的文後語 OK 然後中間這一堆這個部分是什麼呢? 就是正紋的部分 我們叫做 我們叫做正紋的部分 可以嗎? 這個我就不寬著它 OK 這裡我們叫 意識的部分 是什麼呢? 就是正紋 OK 好了 下面這個部分 是什麼呢? 觸中語 不過這裡要留意 這裡打錯了 後面這個位置 要隔兩個格 可以嗎? 退入兩格 OK 可以嗎? 這個呢 看看有什麼顏色 沒有用 我們用綠色 這個位置 是什麼呢? 就是觸中語 可以嗎? 可以嗎? 有上款就會有下款 我們先用同一種 下款呢? 有什麼呢? 就是你是誰 可以嗎? 下款 下款 OK 最後就是借回那個日期 完成了 完成了一篇書想應有的幾個解釋 OK 完成之後呢 我們再看看裡面的內容 原來他說有個好消息想說回 他做了什麼呢? 原來就說 最近在那個 朗眾字上面 就拿到獎了 在朗眾字裡面 拿了那個冠軍 可以嗎? 然後很感謝林老師 林老師有教他鼓勵他 然後最後就問 嘉銘叔叔會不會來香港鼓勵聖誕 還有 叫他好好保重身體 去關心他 OK 基本上這篇文不是太深的 可以嗎? 當然 校外廊重比賽都是重點 我們選擇它 OK 可以嗎? 我們看完那個文章的時候 後面有幾條題目 想同學做完它 可以嗎? 四條題目 很快地我們用四分鐘時間 同學先完成它 四分鐘 教你剛才是誰打誰的 可以嗎? 是誰寫給誰的 OK 這裡可以同學寫 可以嗎? OK OK 又是誰? 你不會打ってる 好,國家 這裡是想要有才華 行李 中文 所以 我們想要做完 , 你的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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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寄的那個人,可以嗎 OK,發信人 所以這封信是由小美寫給家明叔叔的,可以嗎 人名我們用專名號,OK 接著他就說,最想多謝誰在這個比賽裏面 應該多謝誰 這裡,肯感激林盧斯,對不對 所以下面我們用整句句子再回答 覺得很短條線,我們就用短答,OK 那是誰呢?就是林盧斯 專名號,林也要選擇,可以嗎 這裡應該問題不大,對不對 OK,好,看後面 應該寫哪一個呢? 在叔叔中語那裏 想想一下,叔叔 叔叔是否有說他現在生日? 沒有,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不會用叔叔 叔叔生日快樂,錯的生日快樂 學業進步,叔叔已經沒有讀書了 他沒有病?也沒有,對不對 所以最基本的,一定對 工作愉快,叔叔正在工作,他工作愉快 他寫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什麼呢? 你看整篇證文,大部分都是講關於朗誦 朗誦的,是不是 就是朗誦的,朗誦的 朗誦,朗誦,朗誦比賽 多謝林老師內心教導,拿獎,對不對 證文裡面的證文只有幾行 證文只有這個部分 大部分都是說這件事 所以畫的這篇文主要是想說差不多 他就是想說他拿了獎 就是A 行不行 OK 行不行 完成之後就看下一版 看今堂多不多的道理解 你也多 我們做多這一篇 我們首先都是一樣 先用5分鐘閱讀那個文章 我們先看一看文章內容 OK 一起看看 這是個旅行 我們先看一看文章 那就是一個旅行 我們先看一看文章 我們先看文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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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姐姐每天都會看 這是什麼? 原來這本書叫做《謎語大傳》 謎語即是猜迷 然後不讓她看 不讓作者看 於是她跟媽媽說 接著繼續 姐姐怎麼說? 姐姐說她才二言卡入看不明白 對嗎? 然後作者 就說了一個謎語巧姐姐 看看她認不認 就知道了 整篇文章很簡短 但有謎語 她說小朋友你們能猜出來嗎? 我們稍後也會猜一下 就知道了 看完篇文章之後 我們一起看下面的一些題目 有些同學都試做了 我們一起看題目 喜歡看不同類型的書籍 培養閱讀的什麼? 培養閱讀的什麼? 應該是 這個有一點點心 因為上面這個字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興趣 可以嗎? 但是上面那個我感有興趣 其實它是一個形容詞 但是下面答案的部分 培養閱讀的興趣 這個位置的興趣 是一個名詞 可以嗎? 好,這裡我寫在旁邊 是一個名詞 所以有時候 同學可能會比較難理解 為什麼它會是答案呢? 可以嗎? 但是它的詞性有點不同 只不過字是一樣的 應該在題目的時候 也想考考同學 知不知道一個詞語 可能有兩種的用法 或者意思 可以嗎? 好,接著是第二題 第二題 我覺得這個也有點難 這個應該是什麼呢? 小看 小看 就是看小我這樣解 可以嗎? 這個也是比較少見的用法 所以是小看 這個是 除了小看之外 有一個字比較深 我想教你們 叫小翠 它跟小看都是一樣的意思 但這個當然就高深很多 OK 這兩個字是什麼呢? 就是輕視 可以嗎? 它的意思就是輕視 看小看我 可以嗎? 好,為什麼我會告訴媽媽 這裡說 為什麼要跟媽媽告狀 因為 姐姐不答應這本書給她看 是嗎? 即是試了 OK 好,後面有版 這個對我的描述是正確的 可能我不喜歡看書 對嗎? 一定不對 因為她說到她是有閱讀的興趣 我們看看前面 看到嗎? 她說她對猜米是有興趣的 對嗎? 她們猜米有興趣 但她沒有說她對閱讀有沒有興趣 我們也看不到 不過我們看看後面有沒有其他答案 一個是正確呢? 一個是正確呢? 不愛看書 剛才我們說了 我們不知道她是否喜歡 但她也沒有說不喜歡 所以A的時候沒有可能是答案 她也沒有說 喜歡向媽媽告狀 還是聰明好學呢? 其實看不到她聰明好學 所以答案竟然是多 是喜歡告訴媽媽 好 好 到最後的謎魚 究竟是什麼呢? 是什麼呢? 就是那支針 可以嗎? 即是鑾山那支針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見過 那支針 就是這樣 如果放大100倍去看 OK 放大100倍去看的話 這支針就會是這樣的 這裡是這樣的 上面有一個小孔 下面是尖的 OK 那條線穿過去就放在這個位置 OK 即是沒有見過了 大家都應該沒有認識 對針這件事 好了 所以答案就是 縫衣的針 不是線 是針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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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篇文章其實是比較容易的 對嗎? 大家都看到了 她的文章也是比較短 OK 所以最後我們來到練習五五這個作文 這個部分 OK 今天最後就是這個部分 我們今次會做一張邀請卡 邀請卡 好 邀請卡 有特定的格式 這個其實是比較難的 OK 好 我們要寫什麼呢? 首先 第一個位置 我們都是寫回收信人是誰 OK 我們看一個題目 她說 嘉禧就快要生日了 所以就邀請小欣去她的生日會 可以嗎? 這封信就是嘉禧寫給小欣 對不對? 所以 上款的位置就是小欣 是收信的朋友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寫親愛的小欣 或者我們就這樣寫小欣 也可以的 我們就不要太懶了 可以寫親愛的 可以嗎? 好 好 下款 這個部分 我們就要寫自己的名字 是不是? 她就是嘉禧 OK 嘉禧的照片 我們寫回 今天日期 2020年 8月19日 可以嗎? 好 那上面的時候 我們有些什麼是要補充回去的呢? 現在我們說了 好 那我們就寫中間的位置 好 那證文的部分 我們會說什麼呢? 我們說現在想邀請她來我們的生日會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必須寫到這件事 可以嗎? 就是說 我們在這一個部分 要寫什麼呢? 就是說出席的原因 原因 就是因為我的生日 或者是我的生日會 是不是? 好 你告訴她 你寫這封信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可以邀請 這個的小恩出席 好 然後下面我們會寫 我們多數會這樣寫的 可以嗎? 我們會寫幾個字 這裡 我們會寫什麼呢? 就是詳情如下 然後下面我們會用這個部分去寫整個活動裡有關的內容 就是什麼呢? 例如是時間 地點 生日會 是不是? 時間 地點 還有什麼? 你想想下面 可能是需要大備的工具 就是大備的餐具 或者注意的事項 等等 可以嗎? 基本時間地點必須要有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最後當然要說一些修飾的說話 例如 希望到時可以見到你 希望你能 即是抽空 出席我的生日會 類似是這樣的 OK 然後在這個位置 我們還有一個格式的要求 是什麼呢? 就是竹種魚 OK 這個家晞可以移進行 沒有辦法了 這個家晞 我們先移進去 還有日期 要移進去 OK 先把竹種魚 竹種魚在哪裏呢? 記住 先移開兩格 然後就竹 竹什麼呢? 生日快樂 就不對 為什麼? 因為生日快樂不是你 是不是? 可能有同學 身體健康 或者學業進步 這樣也可以 OK? 然後 右手邊這個位置 補回家晞 可以嗎? 然後呢 就寫回日期 OK了 可以嗎? 中間只剩下一個 剛才也有一個 還有時間 地點 還有什麼時候 加一個日期 可以嗎? 但是日期 你不要寫在這裡 拍一齊 可以嗎? 日期 寫在這些位置 可以嗎? 可以嗎? 好了 剩下的15分鐘 就交給你們 可以嗎? 剩下15分鐘的時間 就完成了這一篇作文 OK OK 就算了 好嗎? 可以嗎? 就算了 可以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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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